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小编还是要带大家探秘非洲 最近非洲的视频有点多 但是小编是一个喜欢娃娃娃的主 感谢这么久以来一直陪小编的各位看官陪伴 接着聊非洲 这个女人正拿着一桶牛尿倒在一个男人头上 男人非但没有生气还顺势洗漱钱 把脸和头都洗得干干净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来扒一扒一个位于非洲以牛为生的部落 他们被扎开枪放牛的 用牛尿洗头用牛缝抹在身上取吻 2011年7月9日 结束了数十年的内战的南苏丹宣布独立 成为了非洲大陆的第54个国家 成立时间短 再加上长期的内战 让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百姓生活艰难 享受不到现代社会的便利 只能保持着原始的状态 蒙达里部落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曾经是专门为国王养牛的部落 被称作国王的牧牛银 虽然封建王国消失了 南苏丹也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蒙达里部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至今还保留着传统文化 牛依然是他们最宝贵的事物 人口不到十万银的蒙达里部落 却有着至少五十万头牛 而且他们养的不是普通的牛 而是一种叫做安克烈奶牛的大型奶牛 这种牛平均身高超过2.2米 头上又大又长的脚 是他们最独特的标志 最大的牛脚长度甚至接近2米 这种牛的售价也很高 一头至少能卖500美金 每个蒙达里人的一生都跟牛分不开 大多数的活动也是围绕着牛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趴在牛两腿之间用牛的牛来洗头洗脸 洗漱后的他们还会拿来头 专门去找其他还没排泄的牛去结这种液体 拿回来给家族中的其他人洗头洗脸 此时整个部落都沉浸在洗漱的快乐之中 他们并不觉得这种做法很肮脏 相反 他们因为牛尿有杀卷消毒的作用 能预防传染病 而且洗漱后一整天都会带来好运 这样做 确实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牛尿液里面的 有一定的杀卷漂白作用 但这并不是他们这么做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水资源的缺乏 由于部落的瘾 一直处在居无定所的放牧状态 在附近很难找到水源 而牛尿成了最容易获取的资源 而且拥有大量牛群的他们 这种资源还特别多 洗漱完以后 部落里的眼睛就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会把昨夜的牛粪全部收集起来 堆在太阳下面晒杆 等到傍晚时分 把牛粪垒成土堆点盐后 夜晚的火就有了 我对能驱赶野兽和昆虫 是天眼的防御手段 牛粪延少后产生的灰渣 他们也另有用处 把灰渣均匀地涂在自己和牛的身上 能很好地防止蚊虫 没去过非洲的银 肯定不知道 非洲的蚊虫数量多 毒性降 密度大 咬一下 就是一个大宝 又痛又痒 经常能看到 成群结队的蚊虫 聚集在一起 让银不堪其咬 由于部落牛群太多 吸引了数量恐怖的蚊虫 他们成群结队 在耳边轰鸣 只要是裸露在外的皮肤 都会引来他们的光灵 尽管抹上灰渣 会弄得灰头土脸 但总比又痒又疼一整天好多了 他们的饮食也完全离不开牛 牛奶 是他们最重要的食物和饮品 饿了可以当饭吃 渴了可以当饮料 他们并不会用器皿去接奶 而是趴在牛身下 挤着奶直接吃 这样做 好处很多 不仅可以避免浪费 还能做到保鲜就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哑乖 可以负责印地说绝大多数蒙打里不落的孩子 都是靠牛奶养大的 因此 他们跟牛有一种莫名的感情 所以 他们基本不会使用牛肉 牛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 他们的交易和婚嫁也全靠牛 他们能用牛换到绝大多数物品 结婚时也只需要几十头牛就可以搞定 正是由于牛的巨大价值导致觊觎者数不胜数 偷盗抢劫的事情时有发生 特别是在前些年战烂的时候 这种事情更是家常便饭 所以 现在为了保护牛群 蒙打里部落购买了大量武器 现在的牧民 每人身上都背着一把天 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背着天 去放牧的部落 对蒙打里人来说 牛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各位看官 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直色 最后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